旅行社有的是客户把自己的需求先报给旅游公司 然后到旅游公司给他量身定制 他有几天时间想去哪里玩 来根据客户的需求定制个性化服务 个性化服务 对个性化就是根据客人的要求具体的定制 一种旅游公司是这样的 它本身有旅游产品 比如说我们有越南五日游 越南八日游 越南十日游 对 本身它已经是制定好的就在卖 比如说就从台北到河内的七日游 台北到河内的七日游 它有包含河内夏龙湾或者宁平等等 有的十日游的会再加上河江 带族少数民族文化村 还有沙巴高山的少数民族体验 一般的话 一般的话是有两种 一种是已经成熟的 它们已经销售很多年了 在台湾有专门制定旅游计划 就是已经在台湾的各个门市在卖了 你走在路上有可能它还有打广告的 对对对有很多 比如夏龙湾五日游 县港 加上牙庄五日游 还有的胡志明 还有周边的地方 不同的地方 它都有不同的旅行线路 但是这种是最普通的 就是也是最普遍的 如果是对高端客户的要求 它个性化的要求 比如说我有一个月时间 或者我有半个月时间 我们要过来去哪里哪里考察 考察一周之后 我们还有一周时间 剩余的时间呢 帮他们安排旅行 懂吗 对前面呢 就是派车安排人呢 带他们去考察 每天早晨几点去酒店街 然后带他们去各个地点考察 然后晚上再送回酒店 个性化是这样 如果是接待房有安排用餐 那我们就跟着就可以 如果是没有 还要主动跟客户联系呢 如何来给大家安排用餐 什么样的标准 他们要适合什么样的口味 这个就叫个性化服务 还有对于价格呢 价格的话 有普通价格的 就是市面上 他们放什么样价格 他们都是一样嘛 比如说 从高雄到越南的巴日游 我看他们有卖 两万多台币的 有四万多台币 不等了 他们的价格不同的是因为 他们的销售的门店 租金加上用人的成本 他会综合估量之后 在这个成本基础 加自己利润 这就是他们报出来的价格 为什么我们说 同样是去台湾旅行 在河内的价格和北疆不一样 他就是因为在你报名的地点 这个地方他选的位置 他租的门 门脸的价格 以及他的人工 用工程版 综合考量的 你这趟在台北的 在高雄的吴先生吴太太 七天有什么体验 学到了什么东西 我学到很多东西 学到很多就是因为要 我随便说嘛 是我怕你跑 对 没事 你自己想到多少 就表达多少 比如我们是去八天 是第一天是在河内观光 第二天去沙巴 然后在沙巴晚两天 我们继续去夏龙观 不过 旅游之前 就是吴先生和我太太 还在台湾 还没去 还没来越南 是我们有一个 有别的计划 对 我们有旅游计划 给他们发过去了 对 是去 明平和向外 是的 然后 然后那天我们去 就接他们 我跟他们聊天 他们说明平的风景 这样的风景 他们去过很多次 和夏龙观差不多 所以他们想了去沙巴 嗯 看看 是 这个就是旅游公司和定制 个性化定制的区别 对 对 旅游公司呢 给你的旅行线路 你看过 对 同意之后呢 它会和你签合同 签合同之后 就是严格按照旅行计划 不可以随意更改 个性化定制服务呢 就是我们根据客户的要求 给他制定旅行计划 供他参考 你要记住 我们的目的是服务好客户 所以当他 你接到客人之后呢 最重要一件事情 就是首先先给客户对计划 然后再跟他讲解 一些他不明白的地方 然后可以根据他的需求 来适当的调整 总之 这个目的呢 就是让大家玩的更好 更开心 更了解 好 对对对 哎呦 是因为我对 我的沙巴比林平 是比较比较熟悉 嗯 所以我们决定首先去沙巴 去沙巴去了几天 嗯 两天 大概两天 这两天有什么收获 就是因为企划改变吧 所以我们坐车的费用 啊 就是 高了一点是吗 是是是 还有 从河内到沙巴过去的话 一个人是 一个人是 三十五万左右 对 啊 去林平的话是十五万 对 所以高了一点点 还有还高 我们在沙巴是 万万的路 对对 所以 山路十八盘 山路十八盘 我们去 几个景点 要 叫车 嗯 出车去 租车 出车去 是 然后 那天有有一个 出一点事情 什么事情 就是 那个 那个四季人 是我 不是我认识的 是我阿姨认识的 所以我阿姨给我介绍 他 就是我 我们到沙巴 他来接我们 去酒店 嗯 然后 第一天 他 他 他带我们去 三个 景点 嗯 然后他 让他 算我们是 八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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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然后 第二天 我们也打算去 两个 请点 嗯 第一个 请点 是第二天的 嗯 我们打算去那个 山坡 有了 蓝车 嗯 有蓝车那个 蓝车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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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 最高的山 对对 我们打算 去 翻西班 对 然后 他带我们去那个地方 但是 因为他们在 保修 在维修 蓝车在维修 就是 在维修 我知道 就不能做 嘛 不能做 对 嗯 嗯 然后 你们上了 上 我们 我们第一天 跟他商量了 他说 第二天 如果 从 从 上午 八点 到 下午 大概 三点 他带我们 到 热唱 他算 九十万 嗯 就是因为 行程 路程 路程 比较 比较长 比较长 这里呢 我给你讲呢 问题在哪 在沙巴 那边的话 不要包车 因为包车 他需要等 懂了吗 我知道 我知道 而且 沙巴那里的景区 距离不会太远 如果是在那里 你们住在 沙巴镇上 对不对 对对 住在沙巴镇上的话 在中心的 对 在中心镇有很多车 如果是 去那些 嘎嘎 或者是去 磐石山 直接叫一个出租车 十万都不用 就可以了 因为你们爬山会 时间很长 不知道 什么时候下来 所以 出租车 一直等的话 是不一样 如果说 我们叫一个车 然后 给我们送到 那个景区门口 就可以 然后你们去玩 就没有顾虑 不用担忧 然后 不用想着 什么时候回来 有多少钱 对对 对这就是经验 如果是再去沙巴 到那边 就是分开 一个景点 一个景点 去没有问题了 一天最多 去三个景点 已经很多了 你还有时间要玩 对吗 对 对对了 是说对的 但是有个问题 是因为那个 司机是我介绍的 所以我感觉 比较相信 还有个问题 是 我感觉 在沙巴路 路上很难 很难 很难走 是是是 那那个司机 是在 他是地道的人 所以他 他每天都 每天都 开车 所以感觉 比较安全 但是他 他是他 还有一个问题 是他是认识的人 所以我很难讲 明白明白 那天 不能讲价 我知道 对对对 那天出什么事情 那个事情 就是我感觉 价格 比较贵了 有点高了 是吧 对对 懂了 明白了 只是这个问题的话 就不算大问题 我以为是安全的 明白了 所以这个就是经验 我们学会了 有很多时候呢 新人介绍的是 我们自己 不太好意思 明白 还有我想是我应该认识几个司机 对 然后比较 下次打电话 比较一下 但是你记住了 这种短线的 或者又不是太远的 最好选择 不要包车 对我们去 人少的嘛 两三个人 对直接坐个出租车去就好 游完之后 打个电话 他们专门有出租车 过来接 很方便 嗯 OK 那你在那边的酒店 有获取到资源吗 嗯 酒店也有事 也就算是金 就是 嗯 我在网上查查 嗯 看看那个酒店 他们都 评价是好的 嗯 然后我 实际入住不一样 不一样 这个太多了 正常 这个情况就很正常了 在很多地方 他都是把酒店 宣传得很漂亮 嗯 然后实际你伴来入住呢 和图片有很大差异 正常的 嗯 所以他的服务也 不太好 这就是 在外面网络上看到和真实的差距 懂吗 嗯 为什么我们说 所有景点呢 一定是我们去过之后 包括我们订的酒店 一定是我们体验过之后 感觉服务好的 才留下联系方式 嗯 对 对推荐给大家 大家在过来的时候 起码是我们体验过了 感觉不错 对 嗯 然后 然后我们我们在酒店 查房 嗯 对 退房 退房 退房的时候 我也跟那位老板商量一下我 我跟他建议就是我摸住这里 在网上我看到和真的不一样 嗯 所以我以为您应该改善 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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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 他要提高时量 那边 就是 他给你优惠了吗 好 优惠了没 有优惠了 那就好 是做服务呢 他也对不起我们 对 做服务呢 第一呢是为客户争取他自己的权益 嗯 嗯 然后呢到各个景区景点呢 肯定是先有优惠最好 对 所以呢一定是安全还是这这一点啊 对 那这一趟自己呢 我去做一个带团笔记啊 还有一个问题 你说 我感觉我们应该先真的了解他们的爱好 嗯 这个爱好 不一样 对啊 这个就是个性化 你记住人一上千 思想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 懂吗 自由世界的人 对啊 他每个人的思想不一样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和客户多多沟通交流 对 这样才能慢慢了解大家的喜好 还有生活习惯 才能更好的做出来定制服务 对 对 这个爱好 我们先先了解啊 是 如果他们来到越南了我们才了解我 应该是因为 嗯 如果带他们去 对 对 我就根据他们 所以没有 时间看看 哪个比较好 我们做的计划 只是给客户参考 他有问题呢 我们回答他们 具体的呢 肯定是呢 咱们大家带着客户去玩 但是你在带户团的过程当中 你就会观察到客户对他的兴趣度 对不对 比如他对这个景区不太感兴趣了 那你就可以适当调整 给他介绍别的地方 对对 定制服务呢 就是个性化服务 就是爱到有其中爱到吃到玩到 这个就是你要学习要观察的 要记录的地方 那你这趟感觉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最大的收获 对 最大的收获 就是 每个收获都有 对我都非常有帮助的 每段经历都很有帮助 对 OK 没有最大的 就是收获了经验是吗 对对 OK 还有我还 那位吴先生和太太还送给我那个文書 OK 是对我非常有帮助的 对 越南的 对汉语写下的越南旅游景点 对 对这就对你最大的帮助 因为有有很多经验过 不知道汉语如何表达 对对对 那这个数据对你有很大用处 这个表达很很比较清楚的 好的 回去做一个回去做一个带团的带团的经验总结好吗 嗯 然后这个材料呢也复习一下 好吗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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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